欧耶达斯 在要节里面所说的 夜神阿弥陀佛 吉师 释迦本师 于无浊卧师 所得之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给我们说明 释迦牟尼佛是怎么称佛的 他修什么法门称佛的 他在无浊卧师 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菩提 就是称佛 释迦牟尼佛 是念佛成佛的 就是夜神阿弥陀佛 就是释迦本师 于无浊卧师所得的无上菩提 今 一次果决全体 授予诸我动身 我们今天是无浊卧师的众生 释迦他自己成就的 他这个方法成就的 念佛成佛的 今天他把他自己成佛的方法 传授给我们 所以这个法门 是祝佛所行的境界 为佛于佛能究竟 彻底明了 离世通达明了 要到成佛才知道 非九戒自立所能献祭 九戒 菩萨一下 菩萨 圆觉 声闻 下面是六道 叫九法界 九法界的人 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对于尽宗之妙 他没有办法理解 欧佛大使说出这个话 让应光大使 佩服得五体到底 为什么 这是过去祖四大德 没有说过的 欧佛大使说出来 那六语 还是要解力化 菩萨体 这个体是法界体 并法界虚功界 是弥陀的神图 是弥陀的神 是弥陀的图 就是基督世界 那么一接菩萨体 做弥陀名号 事故弥陀名号 借众生本觉立体 这个也是没有人说过的 这一句阿弥陀的名号 就是我们的自信 正如本心 就是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讲的 本心本善 人之初心本善 本心本善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可见此今 正是如来 称心 积谈 黄年族老句子 最后这一段话 说明白 说清楚了 为什么古德说 无量寿经 是如来 称心的积谈 讲到究竟 圆满 讲到基础 欧益大师这两段话 可以作为说明 真点 不是假点 谢谢大家